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期的飞鸽讨好车 北京疫情一个多月 所以说二手车整个行业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目前大致上已经解封了 所以说我们还要坚持给大家继续分享 身边怎么去选择,怎么去购买二手车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台预算六万多 六万左右的一台性价比比较高的 车龄不大的一台自主品牌的SUV 就是家喻户晓的这台哈佛的H6 这是一台17款的红标运动版本,1.5T豪华 性价比配置空间在这辆车上体现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1.5T,150匹的动力,六速的变速箱 整个动力总长相对比较稳定 而且哈佛H6这款车在市场里的保护量非常的大 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售后维护特别贵 这辆车不存在 打开发动机舱跟大家聊一聊 这辆车的发动机舱内基本上都是原车的状态 机盖螺丝,一子板螺丝都没有这种拆卸的痕迹 1.5T的发动机,150匹的马力,匹配上一台六速的变速箱 这辆车的市交综合油耗基本上在八九升左右 所以说作为一台降车来讲 这台车不管是从动力还是从油耗,空间,配置,性价比 还都是比较不错的 这就是它新车卖的好的原因之一 这种车在二五特市场里边还是比较被认可的 车头排除了事故 这是一台17款的运动豪华 自动挡天窗真皮座椅 座椅加热定速巡航 包括说大屏导航 全车的真皮 包括说大屏导航 整车的配置还是比较高的 空间一台标准的紧凑级别的SUV 所以说从空间表现上还是比较不错的 这种车市场价格多少钱 目前17年的五年车龄的市场价格 基本上在6万多,6万左右能够买到一个车况非常不错的 哈瑟H6 这种车从性价比而言还是值得去选择的 咱们坐进车内给大家分享一下配置和空间 首先真皮放行盘 到空中放行盘 定速巡航 真皮座椅 电动调节的座椅 前排的座椅加热 抖坡缓降 原车的大屏幕 地图 导航 倒车影像 这种车都有 全车的雷达ESP 标准的紧凑级别的SUV 所以说 哈佛H6 不管是从性价比 还是从空间 还是从车辆的这种稳定性上 还是比较不错的 大家都知道 哈佛H6一直是紧凑级别车型里边的一个销量冠军 在SUV这个领域里边 哈佛目前这几年做的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所以说这台车还是很有性价比的 如果说您的预算不多 是吧 六七万块钱 五六万块钱 想买一台车龄在五年左右的SUV 同时又需要一些空间和配置 哈佛H6还是比较值得我们去选择的一款车 好了 咱们做到后排 跟大家分享一下 后排空间 咱们做到了哈佛H6的后排 我们看到西部空间 两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后排的中央扶手 整个车辆 它的坐姿 乘坐 包括说座椅的柔软程度 还是比较舒适的 后排座椅 可以进行四六比例的放倒 包括说后备箱的空间 如果说到后排座椅放平之后 后备箱的空间还是比较充裕的 车主加装了一个后排的一个 算是一个屏幕 其实用处不大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实用的 我们看到内饰 这种车内饰还是比较新的 五万多公里的一个内饰 所以说这种车型 如果说在二手车里边选择 我们要比新车省了将近六七万块钱 作为一台五年车龄的紧凑级别的SUV 目前只跑了五万多公里 这种车型还是值得我们去选择的 所以说预算不多 想买个空间大一点的 SUV配置高一点 哈佛H6是个不错的选择 想了解更多的车型价 了解更多的汽车真实 关注飞哥淘好车 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提问私信 您的点赞转发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 谢谢大家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飞陶车记 给我们留言提问 我们会不定期的给大家集中的回复 好了 这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